全文一更到底 如烟提醒你连好WiFi摆好姿势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我向恋爱多年的青梅提出公开关系 她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要再等等 没想到的是 她很快就官宣了跟学长的恋情 分手的时候她对我说 现在这个时代和谁结婚都一样 可后来 她捧着独一无二为我定做的手表 求我别离开她 我看着她冷笑一声 就算现在我从楼上跳下去 也不会选择你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妈忙得不亦乐乎 而我被指派陪柳如烟看电影 但她总是喜欢抱着我 隔着衬衫 我都能感受到她身体的温度 我握紧遥控器 不自觉眼神示意 柳如烟完全不慌 对着我的嘴唇亲了下去 缠绵的吻让我呼吸急促体温上升 吻到最后 她搂着我的脖子柔声道 贺强 我们是成年人了 我没出声 她的话我是明白的 自从我们成年后 我和柳如烟不止一次为这种事冷战 我的思想比较保守 也是为了对方着想 结婚前不想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关系 我思考再三亲生提议 那我们公开吧 我已经22岁 可以领证结婚了 说实话 我很早就想公开了 让我妈知道 我和柳如烟不仅仅是青梅竹马 可是柳如烟却表示 不想让家长插手我们之间的事情 此刻 柳如烟望着我 脸上的温柔像是瞬间散去 贺强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有点猛 小声道 可是 我去看看干妈的菜做没做好 柳如烟笑着起身 静止走向厨房 我愣在原地 直到我妈叫我才回过身 端着餐盘 我妈余光扫了我一眼 眉头青醋 你嘴唇怎么这么红 感觉像涂了口红似的 气氛一度有些尴尬 我下意识看向柳如烟 期待她能说点什么 可是她却回避了我的目光 从前 我总认为我和柳如烟的关系隐秘 只有彼此知道 是一种不为人知的幸福 可是 今天看她树立的反应 我的心里不是滋味 后来 用餐结束 柳如烟可能是看出了我的兴致缺缺 她又带着我去了河畔 夏天的夜晚很燥热 我想回家 生气了吗 柳如烟轻声问我 我面无表情低头看她 柳如烟深吸一口气 唇角微勾指着不远处 我顺势看过去 不过三秒 夜空便被烟花所占领 璀璨得不像话 柳如烟抬手为我戴上一只绿色的手表 把红唇贴我的耳边低语 生日快乐 就这一句 我丢亏气甲 任由她搂着手臂 不气了好不好 柳如烟宠密地询问 我默默低头 看着绿色的手表 一点也不想承认 她一哄我就不气了 那天很美好 但是从那天开始 柳如烟便开始不回我的信息 经常只回复一个N字 好 在忙 不知不觉 我看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 但每次都扑了空 还在忙吗 柳如烟回复 现在大三学生都这么闲吗 我呼吸一致 刚准备措辞 柳如烟撤回了信息 发了的N字 我或许是憋着劲 我不想主动给柳如烟发信息了 像是又陷入了一年一度的冷战环节 一晃 暑假都结束了 我和柳如烟的聊天矿 在停留在那局 N字上面 室友们瞧出我的不对劲 一起吃宵夜 亚马路 极力地让我开心 可我就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我忍不住问 是我的问题吗 室友开口回答 如果她真的喜欢你 就不会忍住不着你 柳如烟喜欢我吗 如果不喜欢 她怎么会亲吻我 怎么会送我礼物陪我一起呢 我在脑海里搜刮着 我和柳如烟的点点滴滴 像是在极力说服自己 可是每当我想到那天 柳如烟回避我的样子 我总是忍不住难过 后来 我左盼右盼 盼到新年 柳如烟比我大两岁 这样的年龄差 让我们总是无法体验到对方 完整的校园生活 但逢年过节 我们终会相聚 阿姨 我在门口等你 我寻思一番 将消息发给柳母 柳母很快回复过来 小强 阿姨马上就到 飘雪的季节 我站在门口动得忍不住发动 但还是忍不住看向路口 贺强 柳母笑着出声 我连忙上去迎接 看着柳母下车 不禁多看了一眼车内 却发现是空的 阿姨 柳如烟呢 她 在路口和同学叙旧呢 路口 我等不及想见她 和柳母说了两句便跑得飞快 雪花花落在头发上 我怕太丑了 慌忙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 雪花纷飞间 眼前出现了柳如烟的身影 还有一个清爽短发的男孩 我们好久不见了 我还挺想你的 想我吗 不至于吧 柳如烟目光里透着喜悦 所有的注意力都投注在男孩的身上 我稍稍走近 看清了男孩的样貌 这是和柳如烟高中同班的学长一腾成 他和柳如烟常年包揽年纪前二 所以被人戏称卧龙凤楚 每次我大课间去找柳如烟 总是能够看见他在请教柳如烟问题 哈哈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的小竹马呢 你们还没结婚吗 一腾成笑着发问 柳如烟失笑 你这个玩笑开大了 我怎么会和他结婚 一腾成愣了两秒 目光一瞥就对上了我的视线 像是很惊讶 随即看向了柳如烟 你当初宝贝他的那个劲 可是生怕别人抢 我把他当弟弟而已 柳如烟吃笑起来 冷风刮过脸 我紧握着拳 像是一口气提不上来 呼吸都是冷的 弟弟吗 一腾成眼底成满笑 邪腻着我 这样的笑 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我挪着步子 想要快点离开 手机却响了起来 听见熟悉的铃声 柳如烟看了过来 目光交错的那一瞬间 好像一切都静止了 风雪交加 灯影错落 那张冰宴绝美的脸 我看了二十年 此刻却感到陌生 回到家里 餐桌上菜肴精致 我和柳如烟 却都没有吃几口 全程保持沉默 只有两个妈妈 聊得热火朝天 小强 来 看看阿姨 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上次公司忙 阿姨没来得及送你 柳母笑着拿出礼盒 我努力挤出一抹笑 想要去接 却不想柳如烟 突然站起身 抬手卡住礼盒 怎么了 柳母不解地 看向柳如烟 他俩没差多少岁 柳母笑出声 我听着一腾成二字 有些失神 抬手拿住礼盒的一段 隐约间 我感觉到柳如烟的手在用力 柳母看不下去 直接拍了一下柳如烟的手 无奈道 你这孩子 干嘛呢 柳如烟欲言又止 我心口略有刺痛 不解且生气 他支支吾吾的样子 迅速拆开了礼盒 是一套国外的高端电子设备 只是 里面还有赠品 一只绿色的手表 和我手腕上的一模一样 我瞬间呆愣 脑子像是卡住了一般 我拿着那只手表 看了又看 透过手表戴的孔 看向柳如烟 他面色沉重 却又好像有一丝解脱的意味 恍惚间 我嘴角僵硬地勾起笑 突然庆幸现在是冬天 我衣服穿得足够多 袖口紧包裹着那只表 谁也看不出来 我伸手进袖口 用手指摸着手表 任由凸起的纹理搁着指尖 极力克制着翻涌的情绪 贺强 喜欢吗 柳母突然温柔地出声 我抿着唇 试图做一个深呼吸 突然就没有绷住 鼻尖泛酸 声音哽咽地叹声道 喜欢 喜欢 我望着柳如烟 一遍一遍重复 直到两个妈妈 打量起我和柳如烟 贺强 怎么了 不用你们管 我 我来 柳如烟语气陡然间紧张起来 她试图上前将我拉回房间 我回避着她的触碰 贺强 柳如烟惹你不高兴了吗 柳母似乎察觉出不对劲 柳如烟眼底闪过错愕 卯足尽挽住我的手臂 不等柳母再探究竟 便将我拖回房间 卧室里 柳如烟关上门 像是觉得不够 又反锁了 不知多久 柳如烟走到我的身边 仰头看我 手表 是我拿错了 拿错 我低着头 笑了两声 像是整队人被掏空了 用泛红的双眼看向柳如烟 真的吗 柳如烟望着我 像是在叹气 拿错手表是我的错 我跟你道歉 我和一腾成有工作交接 柳如烟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紧握着手里的手表 低声发问 我望着她 深切地望着她 等着她的回答 只是一句回答就这么难吗 柳如烟盯盯着我猝眉道 你想我们是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情侣吗 我忍着情绪压低声开口 你只需要说是或者不是 柳如烟望着我 像是在看不懂事的孩子 面对她略有责难的目光 我没有躲闪 只是看着她 最后她的眼底有了躲闪 像是在挤牙膏 是 说完 柳如烟长叹着气 觉得哄好了我 伸手就要抱我 我抬手抵住她 那我们公开 柳如烟拧起眉 我拿出手机进入校友群 翻到伊藤城 将手机塞给柳如烟 向她公开 或者向家里公开 你选一个吧 贺强 你能不能别闹 我们说好不公开的 柳如烟变了脸 我见她不肯打这通电话 索性自己拨出了号码 却不想柳如烟 拿起我的手机就砸了出去 清脆的响声 伴随着手机屏幕碎裂的声音 我身躯颤了一下 下一秒 柳如烟极度恼火地出声道 贺强 你到底有完没完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更像姐弟 你明白吗 房间里陷入死寂 我诧意看向柳如烟 难以置信 这是从她嘴里说出来的话 姐弟会接吻吗 姐弟会想要做那种事吗 那是恋人才会 我哽咽反问 谁说只有结婚才能做 柳如烟盯盯着我 那样的眼神仿佛 在看一个难缠的怪物 你就非要和我结婚吗 我愣了 贺强 你的思想太保守了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非要有结果才愿意尝试吗 我以为你上了大学会有所不同 但是你就像是封建时期 走出来的人一样 你真的把书读与服了 柳如烟撇着我再度开口 像是在劝逗 现在这个时代 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 我脑子嗡嗡低头看她 和谁结婚都一样吗 柳如烟用沉默给了答案 我木然地望着她 仰起头痴痴地笑了 将手腕上的手表 狠狠扯了下来 表带刮擦皮肉 痛极了 却盖不过心痛 贺强你 皇帝你 我托起手表挤出一抹笑 我们到此为止吧 柳如烟的表情有一瞬间扭曲 连沉默都被打碎了 胸口剧烈地起伏 贺强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执着地托着手表 柳如烟磨着牙转身就要走 沉声道 好 到此为止 这句话 我也很早就想说了 手表 带走 我低声提醒 柳如烟冷着脸 拿起手表 就当着我的面丢进了垃圾桶 绿色的手表 冰点的靴子 灯光照得那么清晰 我的视线却模糊了 敲门声响 柳如烟走到门口手抵着门巴 回头看我 像警告又像是提醒 你应该清楚 我妈和你妈是多年好友 我们之间的事说出去 只会影响他们的友谊 我望着柳如烟 突然发现 我可能从来都没有看清过她 这一刻 温柔体贴的青梅 开始变得面目可憎 分手是我提的 深夜躲在阳台里独自伤感的人 捂住她耳朵的人 都是我 那时候 我们连十岁都没到 我一声声地叫姐姐 柳如烟对我妈说 我长大了 要嫁给贺强 贺强你愿意吗 我妈亲生询问 那时候 我还不懂什么叫做结婚 只是傻愣愣地问 愿意就可以有吃的吗 是的 柳如烟干脆地应声 我以后要赚好多好多钱 给贺强买好吃的 我黑黑地笑 牵着柳如烟的手 贺强愿意 我妈笑了 你这个贪吃鬼 十日今日 那天晚上的风景已经模糊 可是当时的快乐 记忆犹新 交杂着孩童的笑声 我躲在被子里 拼了命想要隔绝一切 却还是忍不住 眼睛鼻子都酸了起来 第一次 整个新年 我和柳如烟 没有一起看电影 没有一起堆雪人 没有一起放炮竹 甚至连面都没有再见过 大雪消融的日子 我踏上了回学校的车 目光投向车站 那里空空如影 而我 听着耳麦里的哥他不懂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过去了 都过去了 可是 夜深人静 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 不止一次想起他 为什么 为什么喜欢一个人会这么难受 为什么我只是喜欢了一个人 却要难过到现在 22年 整整22年 全是柳如烟 那些睡不着的夜 我在熬 熬到头发掉落 熬到心神憔悴 熬到站不稳脚 我像是被人抽掉了所有骨头 疼到颤抖 我试图拯救自己 却发现自己的皮肉 已经粘在砧板上 我一遍遍地挣扎 一遍遍地血肉模糊 油尽灯枯 不过如此 等我在睁开眼的时候 点滴针已经扎在手背 室友叶凡望着我满眼担忧 低声道 如果真的难受 就去见见他吧 见吗 现在的我不见 才不去见 碎裂的手机 我没有去修 过去的种种 包括他 我全部清空 我想只要时间够久 我一定会好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 分手不过三月 柳如烟和一腾成官宣了 偌大的校友群传风了 99家的祝福像是乱花 迷了人的眼睛 而我大病一场 形同哭搞 叶凡看不下去 想让他来看看我 我不愿意给手机好 他就自己搞来 但是 贺强两个字一出 电话秒挂断 昏暗的病房里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叶凡不甘心地继续打 像是要把手机戳出洞来 我全坐在被子里 身子烧得滚烫虚弱道 求你 别打了 贺强 你他妈和我妹谈恋爱吧 他还有一个月就成年了 他敢欺负你 我一定捶爆他的头 叶凡扣着手机 心疼地啪啪我的肩膀 好了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没事 我很快就好了 很快的 我一定很快就好了 我闭着眼 努力让自己笑出声 为了不让我妈发现我的状况 我申请留学 在国外办公办赌 尝试创业 开始学会享受一个人的生活 香榭丽射大道 是可以一个人走的 爱情海是可以一个人看的 只是 山高水远 我爸早逝 我妈妈不能一个人 父母在 不远游 四年后 我回了国 在机场 留母和我妈气不成声 我任由他们抱着 只是稍稍抬眼 便看到门口 站着一抹熟悉的身影 刻意保持距离 即使替我拿行李 柳如烟也是不知一词 此时此刻 我和他 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回去的路上 车厢里过于静命 留母不禁感叹道 这两个孩子以前那么好 现在怎么都不说话了 我收回探看窗外的目光 不经意间对上柳如烟的视线 短暂的交错后 柳如烟迅速避开 生怕慢了一秒 似乎在害怕我纠缠他 我勾了勾唇 没有让留母的话落空 大概是有代勾吧 你这孩子 我妈称怪的看我 留母乐了 贺强比以前外向了不少 我只是笑 慢慢接着留母的话 哄着她开心 贺强 谈恋爱了吗 我妈是叹性的发问 我手托着下额 清楚我妈的担心 也怕她马不停蹄的安排相亲 笑着回道 有喜欢的 还没谈 话音刚落 车子猛的刹车 留母气得醋眉 你怎么开的车 透过后视镜 柳如烟幕光冷然的锁定我 可能是并不欢迎我回来 担心和我从前的事情暴露 扣在方向盘上的手用力起来 将油门踩到底 车有点快 我有点困 为了倒时差 我睡得昏天黑地 直到我妈催促我起床吃饭 贺强 你喜欢的人是在国外吗 什么 我含糊的应声 我妈愁得不行 国外没几个好人吗 贺强 你换个人喜欢吧 我一头问号 我很无奈 妈 谁和你说国外没好人 我妈回道 柳如烟 我打着哈欠的动作停住 而我妈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 柳如烟这些年一期绝尘 把他们老一辈都比下去 将公司业务拓展到国外 她比你年长 想的总归是比你周到点 我妈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 妈妈就你一个儿子 你要是没有碰上好人 妈妈的心都要碎了 我刚准备开口安慰 门口就传来敲门声 干妈 菜快凉了 是柳如烟 我妈笑着应声 拍了拍我示意我快点下楼吃饭 随即又补了一句 你啊 多和柳如烟交流交流 她那么优秀 身边的人肯定不会差的 我一阵无语 这句话我不想接 她优秀与否 我不清楚 也不想清楚 但是 我听得出来 这些年的开疆拓土 柳如烟很会维护自己的利益 她是一个合格的商人 楼下的长桌没变 还是柳母和我妈做一遍 另一边留给我和柳如烟 我是想维持表面的和平 但是走进柳如烟的刹那 我透不过气 于是我挪了挪凳子 柳如烟余光瞥向我 眼底的意味不明 是不是太久没见了 怎么都不说话 柳母很是疑惑 我只是笑 柳如烟却一改之前的回笔 主动给我夹菜 谢谢姐 我很配合的出声 柳如烟拿着筷子的手盾 像是惊讶之声姐姐 毕竟 从我意识到喜欢她那刻起 我就没再叫过她姐姐 这时候 叶凡打来电话 我松了口气 习惯性打开免提 喂 贺强 我也回国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 这是女人的声音 有点好听 但是语气有点调皮 我有点猛 重新点开屏幕 反复确认这是叶凡的联系方式 谁啊 柳母两眼放光 我妈也期待地看向我 我脑子嗡嗡 连忙压低声 喂 别闹 亲我一口 我就不闹 我尴尬地直接挂断 拖叶凡的福气 柳母笑得嘴都合不容 哎呀 我们贺强长大了 那孩子是哪个人 也是我们僵尸的吗 贺强 带回来 给柳如烟瞧瞧 她看人准 啪哒 柳如烟将筷子拍在桌上 客厅里瞬间就安静下来 柳母有些脑 吃着饭呢 你拍什么桌子 我妈笑着打圆场 柳如烟阴沉的脸色稍有缓和 起身道 公司里还有事 我先走了 贺强 送送柳如烟 我妈开口点我 随即柳母开口 送什么送 贺强还没吃几口饭呢 贺强 吃饭 我勉强地笑着 乖乖点头 这时叶凡发来消息 咋样 我妹声音是不是超级甜 花了我两百块呀 回到房间 看着叶凡发来的信息 我哭笑不得 你钱多得没地方花了吗 叶凡回到 这不是知道你回国 怕你那个沙比青梅纠缠你 我无语了 叶凡可能是想太多了 如果不是刘母 现在的柳如烟巴 不得离我远一点 叶凡继续道 晚上出来吃个夜宵呗 关东主 你弟最爱 晚上十一点 我妈已经睡了 我晚饭没吃多少 饿得不行 轻手轻脚地出了家门 但是没走几步 就看到一辆法拉利 车窗半开 路灯朦胧 柳如烟靠在车座上 盯着车台上那杯关东主 当看到我时 立刻拧起了眉 那样的眼神 像是和记忆里 某个瞬间重合 那句你就非要和我结婚吗 言由在耳 已经十一点 你要去哪 柳如烟出声质问 我全倒没听见 带步向前 车门打开的声音传来 我加快步伐 柳如烟却上前 就抓住我的手腕 回家去 我没挣扎 只是盯着她 松手 柳如烟望着我 手上的力道越来越重 像是在训斥小孩 这个时间点 在外面不安全 不安全吗 我望着柳如烟 弯着唇笑 我感觉现在就是不安全了 柳如烟眼神闪烁 像是瞬间泄了气 我冷着脸 念无表情抽回自己的手腕 直到柳如烟绷紧了脸 克强你 我开个玩笑 姐姐不会生气吧 我挤出假笑 转身就走 这么多年没回来 我还真没想到我会迷路 蹲在街口等着叶凡 我突然发觉夜里的风真大 吹得眼睛疼 隔着一条马路 那辆法拉利停在路边 惹得不少人侧目 分外张扬 卧槽 开法拉利的那个女的真他妈漂亮 夜凡却道 干嘛呀 需要微信 我淡淡地开口 他是柳如烟 哎呀 管他是 夜凡心冲冲地笑 笑着笑着就变了脸 撸着袖子就要冲过去 操 开着法拉利 送赠品给你 我他妈想捶死他 就是重提 说者无心 听者也该无意 我抓紧夜凡的手臂 连拖带拽 生活还要继续 和过去的人纠缠 毫无意义 然而 我和夜凡刚进关东煮的店 窗外就出现了熟悉的生意 我侧目看着 夜凡气得不行 你别又上贼船 我手拖着下巴笑了笑 我今晚能去你家借宿一晚过 夜凡吞了一口小丸子 黑黑笑道 贺总在国外发财了 那今天这顿 我笑着开口 我请 在国外这些年 我铤而走险花光所有的积蓄 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确实赚了不手 但也确实到了瓶颈期 收益有所下跌 焦虑了好一阵 为了回避柳如烟 我和夜凡从后门溜了 一起躲到公园里喝酒 凌晨三点 我喝吐了 蹲在路边漱口 晕晕乎乎地躺在长椅上 夜语童 你赶紧来 我拖不动她 夜凡 你有完没完 老娘是你妹妹 不是你庸人 你来不来 夜凡开始质问 电话那头安静好一会儿 很硬气地回了局 来就来 吹了半小时冷风 我脑子还是一片混沌 脚底发软 奄奄地看着路上车来车往 突然就瞥见了曾经的小学 离开故土 被思念杀死 回到故土 被回忆凌迟 我抓着头发 想要用痛诀斩断思绪 可是眼前还是浮现了种种过往 夜凡 老娘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烦死了 你室友 人呢 那儿 我寻着夜凡的声音看过去 逆着灯光 穿着白色T恤的少女 被夜凡推着走 两个人似乎在争吵 直到停在我的面前 她 你室友 夜语童忽然就静了声 迟疑地看向夜凡 我眨把卓眼仰头看她 努力地想要看清她的脸 却不想她突然就半蹲下来 昏黄的灯光笼罩 夜语童皮肤白得不像画 五官真就像精修过的图 挑不出错处 你快扶她回家 我困了 夜凡在一旁催促 夜语童抿了抿唇 开口征求我的同意 哥哥 我扶你回去咯 我望着她视神 不知不觉 脑海里又闪过灵星的回忆 贺强 不要让别的女生抱你 能抱你的 只有我 夜凡的声音响亮 我打了个机灵 扭头看了看她 又看了看夜语童 愣了好一会儿 点了点头 下一秒 夜语童伸出手 将我搀扶起来 夜凡你眉 哎呀我去 我上次喝醉 你咋不是这么温柔服我的 夜语童哼了一声 你再说话 我现在直接回去 夜凡怂怂肩不再出声 躺倒在床上 我困得不行 夜凡帮我脱掉外套 突然就择了一声 贺强 你这个身材真绝了 什么时候练的 还好我兴趣像是你的 不然我真把吃不住 我无奈一笑 钻进了被窝 这样的夸奖 我听得越多 心里越怅然若失 因为越长大我越明白 当初的柳如烟 只是把我当成一块可口的肉 第二天一早 我醒的时候 手机一点开 有两通未接电话 没有备注 但那个号码 我很熟悉 是柳如烟 我打着哈欠 将号码拉入黑名单 却发现我妈的电话打了过来 一看已经是早上十点 吓得我连忙穿衣服煞回家 哥哥 早餐好了 夜语童突然叫我 不 不了 我得赶紧回去 我火急火燎地朝外跑 我送你 夜语童追了上来 门口的保时捷 突然就响了一声 如果没记错 我听夜凡说过 她妹喜欢玩车 但是她这车开得实在有点慢 阿妹妹 能不能开快点 我着急回去 我急切地询问 夜语童侧目看我 笑得温柔 可以啊 你坐稳吧 好 我笑着应声 但是 如果可以 我希望时间倒流 我一定不催她 蹲在家门口 我吐得不轻 夜语童吓得蹲在我身边 拧开矿泉水递给我 低声道 哥哥 对不起啊 没 没事 你车技挺好的 我干笑着作答 但忍不住又吐了 这不是贺家的那个儿子吗 回国了呀 还带了个女人一起呢 这女朋友看着年纪挺年轻啊 到领证年纪了吗 从我和夜语童身后经过的两位阿姨 真就一点也不在意他们的音量 对上夜语童的视线 我刚大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别听他们胡说 夜语童拿着纸巾递给我笑道 我确实年纪挺年轻的 但我还有一个月 打算起身回家 但是刚转身 就看到了柳如嫣 还有 我妈 妈 我奶奶的出声 我妈眨巴眼 像是在打量我和夜语童 而柳如嫣紧盯着我 就像当初在学校那样 光用眼神就挤对走我身边的女生 阿姨好 夜语童声音清甜 姐姐好 柳如嫣眉头紧锁 我妈愣神 随即笑着硬声 但是笑得很勉强 邀请夜语童进家门喝茶 抬手就拽住我 要命啊 你找个这么小的 成年了吗 阿姨 还有一个月就二十岁了 夜语童双眸灵动 眼底沉的笑意 我妈顿时长舒一口气 示意我去倒茶 她拉着夜语童就开始盘根究底 尴尬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在夜语童很给面子 有问必答 一头钻进厨房 我拿出茶叶正准备煮 却听到厨房门关的声音 你一定要这么气我 这话让我满脑子都是问号 我扫了一眼柳如嫣 对于她的话感到莫名其妙 气你 柳如嫣生了 你根本不喜欢这女孩 却还要把她带回家 我垂着眸忽然很想笑 反问了一句 气到你了吗 柳如嫣顿时噎住 怎么 对我旧情难忘 我按下煮茶的机器按钮 双手抱胸看向她讥笑道 要不你给我跪下 求求我 我们复合 柳如嫣被底门板注视着我 约莫几秒 她推门离开 我听着茶水咕噜咕噜冒泡 笑了 后来几天 柳如嫣没再出现 我的世界也总算清静 忙忙工作 时不时和叶凡叶宇童聚餐 叶宇童呢 我翻着助理给的文件 看到叶凡来了 随手将菜单递给她 叶凡撇嘴很纠结 我爸把叶宇童塞到柳如嫣的公司实习了 文言我一愣 真是见了鬼了 叶宇童本来不打翻去的 结果和柳如嫣聊了几句 还真去了 现在 动不动就加班加点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叶凡一脸的不解 我踏马要去劳动局起诉 叶宇童还不给 真是狗了 我只肩点着手机屏幕 听着叶凡的话 微微猝起媒体一道 那我们等会儿打包给她吧 叶凡哼了一声 她自己要去当苦力 我猜不去 晚上十点 柳氏的大楼灯火通明 这个地方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 只是一代人换一代人 物是人非 我已经连门都进不去了 请您稍等 拎着餐盒站在门口 我仰着头 看着月光 有些失神 谁准你们懒人呢 一道呵斥声传来 穿着职业装的女人 快步走到我面前 笑着道 贺先生 我是刘总的助理 您请进 我愣了两秒 微微汗手 助理满脸堆笑 态度极尽客气 一路引着我朝总裁电梯走 您请进 哥哥 叶宇童的声音传来 我下意识看过去 看着气喘吁吁的少女 快步走了过去 贺先生 助理试图叫住我 我笑了笑 我要找的人已经到了 一起坐在路边的花坛旁 像是累极了 叶宇童吃饭都有些快 我拧开矿泉水递给她 慢点吃 叶宇童拍了拍胸口笑着道 谢谢哥哥 哥哥真是我的救星 我都感觉自己快饿死了 不要让自己太累 工作是死的 人是活的 愣愣知道了 叶宇童笑着应声 我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 突然就想起自己 刚开始在国外工作的时候 妈妈不理解我出国 断了我的生活费 让我回国 那时候 失恋 被拖欠工资 住的地方漏水 战乱 买不到食物 所有事情叠加在一起 我一度想到死 只觉得自己的人生烂透了 望着叶宇童 我寻思了一番 找了刘母 请她帮忙安排 固定的就餐时间 刘母欣然同意 但是我没有想到 叶宇童还是被压榨的那一个 她还在忙呢 其实她忙 也是为了我们 叶宇童的同事小声嘀咕 我不禁看向他们 其中一个人很无奈低声道 我们是她的室友 都是普通人 是被柳如烟总裁特招进来的 也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 我们也是签了合同 才知道如果不拉叶宇童进来 我们就会被边缘化 拿最低的薪资 如果选择离职 五年都不能再进这个行业 就算是付了违约金 也没有人敢得罪柳氏 接纳违约柳氏的人 柳如烟那很近 是我没想到的 下班的时间点 我等在路口 看着叶宇童打着哈欠 从大楼里走出来 怅然若失 第一次 我开始正视这个少女 漂亮 开朗 活泼 热心肠 好像无所畏惧 哥哥 叶宇童眨着眼 笑得甜美 眼里的笑意像是要蹦践而出 我深吸一口气 将餐点递给她 叶宇童撩了下耳边的发丝 像是不好意思 哥哥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什么 我迟疑地看她 叶宇童脸蛋微红地开口 你一直给我送饭 是不是有一点点喜欢我 我冷不丁愣住 叶宇童抿着唇 点起脚 打量着我 是我唐突了 还是哥哥不好意思呢 叶宇童我 哥哥可以再想想 话音刚落 刺耳的车笛声传来 我余光扫过 停在路边的车门打开 柳如烟重重地摔上车门 侧目看向我和叶宇童 那眼神 像是要杀人 但是 我想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会让她大跌眼镜 周末 我点了一桌菜 趁着我妈和刘母去泡温泉 让柳如烟来家里吃饭 原本 我以为柳如烟不会来 却没有想到她早到了两个小时 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 叫我来做什么 柳如烟面色凝重 率先开口 我替她摆好碗筷侧目看她 笑道 不管怎么说 我们还是青梅竹马 一起吃饭 不过分吧 柳如烟盯盯着我 突然拧起眉 看她的神情 我以为她要走 正准备开口 却不想她直接走了过来坐下 四年了 她望着我 冷不丁开口 我端着酒杯的手顿住笑道 是啊 四年了 院落里的树叶沙沙坐下 我们幼年时 一起嬉闹的场景 好像还历历在目 可是如今 相对而做的我们 竟然已经走到相顾无言的地步 你来找我 是为了叶宇童 柳如烟的敏锐度 出乎我的意料 我看着她 竟然有一丝难过 原来 她那么快 就可以洞悉别人的需求 不是 只是我刚回国 业务需要拓展 想请你帮忙 柳如烟低下头笑了笑 端着酒杯一饮而尽 我凭什么帮你 我看着她 你也可以选择不帮 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就怕到时候 我妈知道我们过去的事情 会中断和柳家的合作 末了 不等柳如烟再开口 我就笑道 四年了 我突然觉得 为了他们的友谊 隐瞒他们 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柳如烟的目光 在我身上打转 似有妥协 出了国倒是血精了 我勾起唇角给她夹菜 吹着凉风 柳如烟喝得有些多了 望着我缓声道 你出国后 我和一腾成分手了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那天挂断了电话 柳如烟低着头几乎哽咽 我在想 只要你多打几遍 哪怕一遍 我就接电话 可是 等我打回去的时候 那个男生说你死了 我不敢告诉干妈 我去找你 你的辅导员说你请了长假 我只能在你学校里打转 一遍又一遍打你的电话 打不通 怎么都打不通 如果不是听干妈说你出国了 我真的快疯了 我望着她一言不发 那段时间 我住在医院 如果不是叶凡陪着 我确实离死不远了 四年 整整四年 柳如烟眼中情着泪哽咽道 我每天 每天 每天都在想你 想见你 又怕见你 好感人 像是要感动了呢 怕见我 我单手托着下巴 抵着桌子看向她笑道 难道不是怕没有玩够吗 柳如烟一时间如梗在喉 眼眸流转 有时候 我在想 为什么只有痛过才能看清呢 我看着她 透过她的眉眼 仿佛还是能够回忆起 当初我们牵着手 走过春夏秋冬的少女 我恍惚了 出神了 我奶奶的出声道 我也在想你 很想 非常想 可是 我想念的是温柔体贴的亲美 不是一心想着别人 却不想放弃现任的女友 柳如烟 你让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柳如烟的注资很有效 只是 在我的吉利推荐下 柳母不宜有她 靠着我的项目赚了一笔又一笔后 一股作气投入了大量资金 而柳如烟全然不知 当然 在她给我注资之后 没多久 她就该知道了 公司的资金周转出了问题 而进了我口袋的钱 我不会吐出分号 贺强 冲进我的书房 柳如烟怒火中烧 一把按上我的笔记本电脑 你耍我 怎么 要教训我吗 我眯着眼睛笑 瞧你这副模样 看来 因为信任一个人被耍 确实伤害值挺高 柳如烟盯盯着我呼吸发颤 我妈是无辜的 叶宇童也是无辜的 我依靠在座椅上 看向柳如烟笑道 我不会含阿姨 我推荐给她的项目 绝对没有坑 只要你把叶宇童 室友们的合同给我 把免责协议签了 签我立刻还给你 你会不会有损失 全看你签字快不快 下一秒 柳如烟突然就气焰全消 神色暗淡至极 你为了她 耍我 我逼而不达指示道 要么签字 要么你去跟阿姨告状 我想你也不愿意 因为我们之间的事情 影响他们的友谊吧 柳如烟望着我 面如土色在压低声音 你喜欢她吗 四目相对 书房里安静的要命 连顺畅的呼吸都是奢侈 柳如烟 我喜欢过你 但你没给我好下场 我深吸一口气 望着柳如烟缓声道 每一次因为你失落 我都在给你找理由 我以为我们会有未来的 可是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那么那么迁就你 顺着你 你要送一支赠品给我呢 我以为我能够平静的 我望着柳如烟近乎哽咽 我就那么不值得吗 哪怕你不送 哪怕你送一件最便宜的礼物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赠品 深衣腾成不要的东西 你猜给我的吗 柳如烟局促地望着我 我哭笑不得 真的是拿错吗 柳如烟按住电脑的手发颤 我笑着继续开口 你没有想过要和我结婚 对吧 你不想公开 是因为你还有别人 对吧 我是你的备胎 对吧 我一句句地发问 柳如烟低下头 又一而再而三地抬头看我 却说不出一个字 贺强 贺强 我 我们不说了 好不好 柳如烟声音沙哑 我反问 为什么不说呢 沉默良久 终于柳如烟开了口 对不起 这声对不起 来得好吃啊 我熬了四年 才有了对不起 后来柳如烟解除了合同 签了免责协议 叶宇童也离开了柳氏 继续驰骋在赛道上 作为一个喜欢玩车的女孩 赛场上的叶宇童 总是亮眼的 哥哥 送你 叶宇童端着自己的奖杯 傻愣愣地塞给我 我望着他笑 这么贵重的东西 就这么送给我吗 还有更贵重的 就是不知道哥哥收不收 叶宇童低着头 笑得羞涩 我挑了下眉 是什么 叶宇童眨白眼 黑亮的眸子看我 凑到我的耳边小声道 还有我 话音刚落 站在边上的叶凡 立刻作呕吐撞 叶宇童 你这小牛好自恋啊 叶宇童羞笑得不行 没想到叶凡会偷听 耳根上的火烧了全脸 我望着他轻声道 我谈恋爱是要公开的 文言 叶宇童眨白眼笑了起来 你答应了吗 赛场上的白痴灯太亮了 看着叶宇童灿烂的笑容 我缓声道 想试试 话音刚落 叶宇童整个人扑进我的怀里 头紧紧贴在我的胸膛 面对着周遭的观众大声道 哦耶 我有男朋友了 我有男朋友了 我男朋友 贺强 看到没 他是我男朋友 我一脸呆滞 面对着众人的目光 因为不同意婚前发生实质关系 而令对方觉得我不喜欢他的感觉 但是 叶宇童却很有分寸 每一次我们都是简单的亲吻 直到某次 叶宇童有些急切地抱着我腰点蹊跷 他的稳落在了我的脖梗处 如果我不愿意婚前发生关系 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喜欢你 我按着他的肩低声询问 叶宇童铭起唇 将我紧紧抱着 仰头看我小声道 不会 我也想等到结婚那天 把完完整整地自己交给你 他的回答 不在我的预料之内 我有点猛 只是望着他 你确定 叶宇童有点小委屈 抱着我的腰 头靠在我的怀里点点头 但是结婚以后 有十个月不能够和你亲亲了 生完宝宝是要有恢复器的 叶宇童一本正经的科普 不过你放心 你不想要孩子 我也绝对不会逼你的 但是你想我生我就生 你负责养 到时别饿着我和孩子就行了 我望着叶宇童 突然恍惚了起来 我们认识 不过几个月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对你是认真的 贺强听到叶宇童的回答 那一刻 我眼睛酸涩泛起振振雾气 很多时候 我都以为 我会孤独终老 虽然我不怕一个人的孤单 但是当生命里出现叶宇童 我还是选择抓住 我回家的夜里 天空飘起雪 我站在当初的那个路口 朝着叶宇童告别 然后一个人站在那 望着角落里纷纷扬扬的雪花 直到出现柳如烟的身影 这些天 我知道柳如烟一直都在 只是我们早已无话可说 都下雪了 还不回家吗 我笑着出声 柳如烟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 朝着我伸出手 递出一块手表 一块做工精致的手表 这是我专门请人定做的 多花了点时间 所以 所以回来的有点迟了 迟了吗 柳如烟抬起手 努力地挤出笑 一遍又一遍擦掉手表上的雪花 我默默地望着 她的手就那么定定抬着 贺强 生日快乐 贺强 生日快乐 柳如烟执着地拖着手表 一遍又一遍说着生日快乐 我看着她伸出了手 露出了我和叶宇童 一起选的婚戒 轻声道 祝我新婚快乐吧 柳如烟愣愣在原地 不知多久 柳如烟突然出声 别和她结婚 此时此刻 我不知怎么想的 开玩笑般地回了她一句 现在这个时代 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 不是吗 她望着我 眼里泪光闪烁 既然和谁结婚都一样 为什么不能和我结婚 我哈哈笑了声 我就算是从楼上跳下去 也不选择你 笑声戛然 又是长久的沉默 风雪越来越大 大到我再也看不清 柳如烟的脸 背过身 我踏着雪 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身后 却传来双膝科地的声音 不要和别人结婚 贺强 求你 求求你 不要和别人结婚 求你 求求你 柳如烟声嘶力竭 而我 迎着腊月的风 从没走过回头路 现在 也不会 年后 贺家和叶家商量婚事 选定了日子 真是巧了 我干女儿的生日也是这天 双喜临门 我妈欣喜不已 叶妈妈笑得温柔轻声道 那真是好事成双啊 刚好那天可以让你干女儿做伴娘 那是肯定的 柳母立刻就应下 我抿着唇 还是找了一个人 以免柳如烟不来 闹了笑话 然而 我没有想到 我结婚那天 柳如烟早早站在楼下 不知站了多久 衣服都被露水阴湿 伴随着炮烛声响 我上婚车 自始至终 柳如烟的脸上 没有表情 我也松了一口气 接过叶凡递来的凶花 坐在婚车里 婚车渐行渐远 后视镜里 我看到我妈和柳母相拥而笑 还有一动不动的柳如烟 永结童心 叶宇童牵着我的手 我侧目看她 将目光看向了前方 释然地笑道 白头偕老 我是柳如烟 又是一年的夏天 那个曾经满眼都是我的少年 增加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 小孩牙牙学语 所有人都在叫她 叫我舅妈 我望着她 眼前一片模糊昏然到底 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贺强 柳如烟 醒醒 妈 贺强放学了吗 窗外昏尘阴暗 我坐起身恍惚地询问 我妈笑 稍糊涂了吧 贺强都结婚了 孩子都有了 你看你 还单着 我想 我是病了 我好像再也分不清时间 又好像记得清清楚楚 四合院 四方的天 我和贺强一起长大 一起躲过迷藏 一起下河捞鱼 一起躺在草堆上晒太阳 那时候 无忧无虑 我也从没意识到 即使我没有父亲 我也是天之娇女 我拥有别人一生 也无法企及的财富 我总是能够很快 受到别人的青睐 哪怕我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看了对方一眼 不管是多难的题目 与我而言 都简单到乏味 这一切都太轻松了 轻松到我甚至觉得 人事无趣 我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照顾贺强 但是 月入青春期 同龄人像花一般盛开 朝着我簇拥 放学时的告白 桌子里的情书 体育课上的矿泉水 不知不觉 我似乎不太想 和贺强待在一起 甚至回避他 可是 我忘了 贺强也在长大 长成了很多人喜欢的模样 那些偷看他的目光 令我不适 课业下的假期 我们总是一起度过 渐渐的 我开始发现 他的课本里夹着情书 情书的封面 我看过太多 却从未有过拆开的想法 但是那一次 我拆开了 我拆开了一个女生 写给贺强的情书 姐姐 贺强出声叫我 我攥着情书 看到镜子里面色阴沉的自己 我略有收敛 不想吓到贺强 然而 当看到几个胆大的女生 在走廊挡住贺强的去路 甚至周围人起哄的时候 第一次 我动手删了那人一巴掌 品学兼优的笑话打人 记大国 国旗下公开道歉 道歉的内容是 贺强是我的 谁也不要打他的主意 不然 后果自负 打人的后果 就是我被报复 我也挨打了 但我家大业大 谁能和我斗呢 我总是被捧着的那个人 柳如烟 贺强拿着棉签 轻轻地给我手臂上药 我疼得紧抿着唇 我都是偷偷溜出去买 结果有一次 没住一车 伤得不重 但是腿疼的半天都站不起来 好在 他吃得欢快 我好像也没那么疼了 在后来 我们的距离从高中变成大学 贺强闷闷不乐了一个晚上 我抱着他 哄着他 直到他不舍得看向我 我吻了他 大学前的假期 我们如交似妻 躲着长辈 享受独属于我们的快乐 我恨不得每天黏着他 我恨不得快点嫁给他 我理所当然地觉得 他本来就是我的 可是 大学更像一个万花丛 喝不完的奶茶 收不完的情书 看不完的帅哥照 没完没了地追求 不小心碰到我的手 不小心撞到我 甚至是露骨的言论 而贺强 我们的话题 总是在学习上打转 看着室友们一个接一个谈对象 今天换这个男生 明天换那个男生 我说不出心里的感觉 我问 你们和他们一起不考虑以后的吗 随便聊拨几句就上钩的男人 你敢和他生的孩子 这样的孩子生下来 智商肯定不行啊 有人打 虽然姐姐比不过你们几个家里有钱 但也绰绰有余 我可不敢生这样的孩子 我听着 想笑 觉得这个回答很好 可是 我没想到又有人说 为什么要结婚 我真的想要生孩子的时候 大把大把的人选 柳如烟 你别太封建古板 现在这个时代 和谁结婚都是一样的 我们有钱有资本 为什么不及时行乐吗 我没吭声 我以为 我的心里装不下别人 事实上 也确实没有装下 只是有的皮囊 我一不开眼 有时 贺强问我 我们会结婚吗 渐渐地 我的回答从肯定到模糊 伊藤诚 是我见过 最会聊的男人 隔着屏幕就能让人心跳加速 而贺强 太乏味了 伊藤诚生日那天 我见我妈惊挑戏选着礼物 就从她的购物车里 随便选了一套礼盒 毕竟 我不需要讨好男人 男人的东西 我不懂 我只知道贺强喜欢什么 只是 我没有想到 伊藤诚聊得很 勾起我的下巴 随手将绿色手表放进我的口袋 小孩子才喜欢这种手表 那你喜欢什么 似乎又有了一丝后悔 点到为止 我和伊藤诚的聊天 尺度越来越大 聊人心弦 正因如此 我越发觉得 贺强真的古板地要死 而我没有和他公开关系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些散漫的日子里 我开始心不在焉 只想伊藤诚 甚至忘了贺强的生日 我心中有愧 于是像往年那样 送礼物哄他开心 可是 我一抹口袋 却发现我忘了 口袋里只有一只绿色的手表 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买的了 总之 贺强很好哄 送这个他也不会生气 只是 我没有想到 我妈会将一套一模一样的礼盒 送给贺强 那一刻 我瞬间清醒 背脊声寒 我开始期盼礼盒里没有赠品 然而 我还是看到贺强拿着手表 双眼放红看向我 后来 贺强离开的日子里 无数个日日夜夜 我像是陷入了梦魇 一遍遍回到送礼物的那天 分手的那天 直到他回来 我以为我是愧疚 是心虚 但是 见到他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 思念真而发愧 有喜欢的 还没谈 他随口一句 我心乱如麻 我以为 他只是玩笑的话 却没有想到 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我想 他是在骗我 只是在生气 可是我找不到 和他说话的突破口 他逼我如蛇蟹 在他的嘴里 我是坏人 他没回来的晚上 我等在路口整整一夜 听着叶宇童那声姐姐好 我的牙都要咬碎了 同为女人 叶宇童的心思 我一眼就可以看穿 我真的没有把他当回事 我和贺强 二十多年的如影随形 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就可以取代 但是 我还是控住不住心慌了 我忍不住找贺强 他却望着我笑 你给我跪下 求求我 我们复合 我一个这么高傲优秀的人 我怎么能下跪 从来都是别人跪我 我看着贺强 知道我们之间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拉锯 我可以等 但是我无法忍 受他一次又一次 和叶宇童聚会 作弄一个叶宇童 不是什么难事 很顺利 事实上也没有必要 我从来不认为 贺强会喜欢上其他人 就是单纯的不爽 翻了桌子上所有的文件 不好意思 我确实喜欢贺强 但我也不想连累我的室友们 他们都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 还请刘总不要再拱起私用 你尽管来刁难我 我绝不咒一下内 叶宇童说得理直气壮 我笑了 倒想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 会不会撑不住求贺强 但是我看到的 却是贺强对他的用心 请我妈给予休息的时间 天天给他送饭 这一切 明明都是属于我的 却全部便宜了叶宇童 第一次 我觉得我快被极度烧毁了 我想要看叶宇童把持不住 对别的男人动心 可他就像是一个棒拳 不为所动 望着叶宇童一系列的反应 我沉默了 想要向贺强低头 哪怕要我跪下 可是自尊一次次地逼挺我 意料之外 贺强找上了我 我欣喜若狂 抛开出差连夜赶回 我心心念念 我想要和他和解复合 听到他说想我的时候 天知道 我有多开心 我就知道 一个叶宇童不足为惧 然而 在我最兴奋的时候 他狠狠给了我一个耳光 所谓求助合作 不过是他在玩我 在报复我 这样的认知令我冲昏了头 我气势汹汹 却在他想要索要 业与同事有合同的时候 愧不成军 你喜欢他 我立在那儿 像是被钉子钉死 书房里的气氛令我窒息 真的是拿错吗 我就那么不值得吗 为什么 为什么是赠底 他一遍遍地发问 我几乎站不稳脚 看着他眼里的泪光 我心如刀割 那一刻 我恍惚地觉得 我们好像再也回不到过去 我不知所措 仓皇而逃 我抛去所有的工作 去找人定做一支 独一无二的手表 我没日没夜的监工 贺强 给我一个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补偿你的 等我回到去 周围的邻居阿姨 闭论着贺强 带了个女朋友回来 说着他约会不断 我不敢相信 也不愿相信 只觉得可笑 明明我才是 最该站在他身边的人 我却一次次地窥探着 像做贼一样 直到看见他手上那枚婚戒 很多年前的我 一定想不到 一枚婚戒 掏空了我所有的心力 我望着贺强 我说不出话 我的嗓子像是被石块压住 原来 人难受到极点的时候 是发不出声音 别和他结婚 求你 求求你 捧着那支手表 我跪在地上 我哽咽 我哀求 我一遍遍地叫他 可是 为什么 他再也不回头了 一切都在模糊 可是心痛却犹如针锥扣乳 无法自拔 姐姐 柳如烟 柳如烟 我好想你 我环顾着四周 四周都是贺强的声音 可我却看不到他的身影 我小声叫他 贺强 我在这里 来找我 贺强 我在这里 窗外大雨庞扑 屋内寂静无声 一场发烧 我失去了和别人对话的能力 后来 我走遍儿时的四合院 坐在门槛上张望着 等着放学的贺强 春天 我煮着关东煮 望着我的生日蛋糕 夏天 我站在河畔 放了一场又一场烟火 秋天 我站在车站 目送着车辆远行 冬天 屋子太冷 街道太热闹 我在等 等一句快年快乐 然而 烛光燃尽 烟花消散 车流不在 炮烛声段 望着窗外空荡荡的鞦韆 我张望着 敲着窗檐 打着小时候的暗号 等着一个少年来跟我抢鞦韆 一下 又一下 空荡荡的房间里 一阵阵的回声 就是没有少年得逞的笑声 我知道 二十多年的如影随形 结束了 再也 再也不会有他 陪我二十多年了